與加拿大樂迷闊別三年的雷安娜 終於等到疫情結束再次衝出香港 在5月13日星期六 溫哥華The Center舉辦 雷安娜舞台傳奇演唱會 會一會Fans 難得再次回來溫哥華開Show 我們螢幕八爪魚當然是捉住這個機會 不妨跟Annabelle做個專訪 不知今次演唱會 Annabelle會帶些甚麼給加拿大的樂迷呢 各位加拿大的樂迷你們好 大家好,我是雷安娜 我已差不多三年沒有跟歌迷見面 今次回香港做林敏聰的作品展演唱會 所以很高興 你知道林敏聰的人比較古靈精怪 在等待出台時我都笑得亂了 所以做得很開心 其實內地演出我已經很多年沒有回去 記得上一次跟很多群星一起去廣州演唱會 今次因為受到內地的邀請 有個演出 我回到這個地方中山 而我自己本身都是中山人 最初我都預備了 想著不如回去打個轉 或者是拍張照 但有些朋友安排到 有些鄉長 帶了我進去祠堂 又可以敲鐘又可以敲鼓 她說女生以前不可以入族譜 現在都改了可以入族譜 可以歸宗迎祖 我實際上覺得挺特別 我還可以在眾屋面前唱《救命不須記》 當然是很興奮 有三年沒有在溫哥華跟大家見面 其實這個演唱會對我的意義更加重大 因為我入行已經是四十年加三 四十三年 其實入行四十年的時候 我也有想過 不如做一個演唱會 做一個紀念的演唱會 但當時因為疫情關係 所以就推到今天 所以我這個演唱會 在五月十三號舉行 終於可以舉行 當然是和我很開心 和很多樂迷一起 分享很多我以前的舊歌 大家很喜歡我的歌 另外還有就是和我一起成長 六十年代到七十年代 很多我們小時候 一路成長的時候的歌曲 八九十年代 我們剛開始讀書的時候 都會聽到很多電視劇主題曲 都會在我的演唱會 大家都會聽到 很多歌曲 我其實在舞台上 這次是第一次唱的 所以很多歌曲對我來說 聽就聽到很多次了 演唱是第一次 所以歌詞方面 我都要努力去記 其實最主要 我都是希望和樂迷一起 一起共度一個很開心的晚上 因為我記得我去年 在五月份的時候 母親節 我去了羅省做一個演唱會 當時很多孝順子女 帶著父母一起去看表演 氣氛非常好 我也做得很開心 所以今年母親節 我準備在溫哥華做一個表演 希望可以和溫哥華的母親、父親 和孝順子女一起到一個很開心的母親節 今次雷安南舞台傳奇演唱會 我們都會送出演唱會票 如果想參加Ticket Giveaway 就要留意以下問題 然後上FairChallTV.com回答問題 就有機會抽到演唱會票了 我舞台傳奇演唱會是多少月多少日舉行的呢 到時見 下次見 再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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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